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合医院2月有手术灯由天花垂下来 葵中医院又有大片假天花跌下来 击中一个护士 医管局之后成立检讨委员会 检视医疗仪器和设施保养维修事宜 委员会经过3个月的观察 建议从3大方面改善 医疗仪器方面 以往主要是靠原厂保养 委员会建议日后要按仪器风险级别加密内部监督 包括在场监督并扩大相关人员编制 至于其他设施保养 以往主要是三年一检 委员会建议按医院纽龄建筑情况加强监测 并订立周宜复此保养计划 也应该清晰定义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 加强使用科技监测 通报方面就建议医管局应该就这一类事故 制定内部通报和对外公布的指引 另外医管局说会就联合医院手术登堂下事故 启动法律程序追究承办商责任 因应港铁去年列车在油马地离门 以及将军奥脱卡的严重事故 政府说会继续要求港铁检视高层管理人员 薪酬机制会不会与铁路服务表现挂钩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回复立法会议员书棉质询的时候说 早前已经要求港铁评估高层管理人员 年度绩效表现和薪酬时 必须认真考虑所有因素 包括提供安全可靠铁路服务 达到公众期望等等 当局说会继续跟进 包括要求港铁检视平核表现机制 能不能够适切回应公众期望 和充分反映高层人员薪酬 和铁路服务表现的关系 并且会在薪酬委员会进行监督 当局也说两宗事故 全面检讨小组工作今年年初展开 预计年终完成 24岁女人我称是中国公安特工 和其他人勒索一个来香港读书的内地女孩的家人 专谋欺诈罪成 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三年半 被告胡荣森报称无业 案情说19岁女事主 前年由内地来香港读书 同年9月接到自称是公安的电话 说她涉及洗黑钱案 要求配合调查 包括在视讯中 全裸给对身体特征 女被告我称中国公安特工兼国际刑警 将女事主带到酒店 不准她联络外界 其他人就向女事主的爸爸发送她的女儿的裸照 落索二千万 被告早前被裁定专谋欺诈罪成 法官李庆言判刑的时候说 犯案人数超过四个人 诈骗计划周长部署精密 女被告出示假证 令到事主就范 庭上作供不断怨道法庭 考虑到被告背景良好 着情减刑 判囚三年半 警方逮捕了一个28岁的男人 怀疑涉及九宗猜猜我事谁骗案 涉款近一博文 据了解被捕的是前区议员黄俊阳 警方说日前接获一个婆婆报案 收到声称是她的儿子的电话 说她被警方拘捕 需要30万的保释金 说会有朋友上门代收 她之后将钱交给一个上门收钱的男人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上星期一至前日 全港另外发生8宗同类的案件 合共骗了近70万 交给同一个男人 涉嫌负责收款的男人 星期一去到将军澳警署报案 说有罪案消息提供 但是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她每次有1000至1500 的报酬代收骗款 并且委托他人将骗款转账 一带一路畅议提出10周年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将加强向一带一路 完善国家推广香港 紫荆文化集团举办一带一路论坛 邀请多名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英国、美国 和亚联邮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政商领袖 总结10年来的经验和成就 并且为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行政长官李家超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等出席 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 特区政府会不断加强和一带一路 完善国家的合作 As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business hub Hong Kong is committed in supporting the financing needs of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nd their wide-ranging projects and investments Hong Kong is blessed with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from feasibility studies,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rchitectural and engineering design to risk management insurance, legal and arbitration services 刘光源就表示 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 贡献者和受益者 也都正处于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期 应该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I hope you could also help Hong Kong better leverage its rule of super connector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he world deepening Hong Kong's connec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so as to create better conditions for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BI 論壇上午舉行主治宴港 下午就舉辦完卓論壇 主題含蓋一带一路金融与經濟 人民交流等等 無線電視記者梨惠爾報道 外交部宣布 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 將會在今個星期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卡斯特羅是英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 將會在今個月9日至14日訪問中國 他此前在社交平台發文 提到自己即將敬邀訪華 又說洪都拉斯的重建 需要新的政治、科學、技術、商業和文化視野 洪都拉斯今年3月和北京建交 外交部說期待和洪方推動兩國關係發展 此訪是洪都拉斯總統 首次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兩個元首將舉行歷史性會晤 共同規劃和引領中空關係未來發展 中方期待同洪方一到 以此訪為契機 深化互信、拓展合作 增進友誼 推動中空關係行為致遠 英國首相辛偉城訪問美國兩日 辛偉城城坐的專機當地星期二晚 抵達美國馬里南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英國駐美大使皮爾斯等人應接 這次是辛偉城上任英國首相之後首次訪美 他星期三會去到華盛頓 和美國總統拜登會談 預料除了討論國防合作 還會討論加強英美兩國經濟聯繫 辛偉城也會和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和商界領袖會面 休息一會,稍後有其他消息 回來新聞時間 衝警中美關係改善 港股升過百點 成功修復20天線 據報美國國務卿計劃訪話 市場衝警中美關係改善 隔晚中概股急升 行指高開227點之後 早段最多升311點 其後內地公佈出口跌幅遠超預期 大市升幅收窄 收市升152點 保一萬9252點 成交不足900億 近期的高頻數據顯示 內地的經濟活動 到5月份來說內生動力仍然不足 市場對於接下來 短期的經濟復甦進度 仍然有些擔憂在 所以暫時來看市 短期即使延續近期的技術反彈 都好 我們都看回指數 在大概19800點附近 開始要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大型科網股做好 美團、騰訊和阿里巴巴升1%至2 合共貢獻大市近70點 藏科反駁 顧空機構指控 股價反彈超過半成 是表現最好藍醜 磨痛餘料 澳門今個月倒收回軟 但整個第二季有望好過預期 美高煤升6% 金沙和銀魚也都升2%至3% 上月銷量增長強勁的長氣 繼續見追捧 升超過4% 理想傳出北京新廠房大規模招聘 股價升近4% 無線電視記者 隨時報道 看歐洲故事表現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近1點 巴黎克指數跌27點 德國的指數跌58點 傳體客 政府說會增設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的 跨部門工作組 更好善用戰時遺跡和歷史材料 提升市民的國民意識 位於大埔的烏教藤抗日英烈紀念碑 是全港兩國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之一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4月訪港時曾經來過這裏考察 但是要探古沉原 了解這段80多年前香港保衛戰的歷史 並不容易 在立法會大會上有議員就提出 本港不少的歷史遺跡 現在的保存狀況參差 當局就說會設立 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工作組 探討更加好感 先用戰時遺跡和歷史材料 提升市民的國民意識 記得在小時候 在寶馬山邊徐山走 都走過寶馬山的防空洞系統 它裏面的情況 真是相當之驚人地 緊密地配合整個抗戰的設計 這個是否可以將來開發作為 旅遊資源也好 或者是文化的資源也好 教育資源也好 希望陸續為這些防空洞做一些陷冊 看看它現在的現時情況 還有即使它未必有很大的潛力 去叫做活化在容 是如何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之下開放 讓市民進去參觀 菲律賓國父黎薩和香港都是一段淵源 19世紀曾經在香港那裏行醫 政府在它所道之處的不同地方設紀念碑 介紹它的歷史 對於其他國家的國父 都是有一個紀念的遺跡 對於我們歷史上一路去到明朝 甚至更早的時代的一些遺跡 尤其是戰時的遺跡 會不會有一些紀念點的設置呢 是有一些歷史人物 或者從前有一個舊子在那裏 如何在那裏將歷史組成出來呢 正正在這裏 可能未必是發展局自己能力所及 能夠做的工作 地區人士、社會人士的參與都是重要的 當局又說會積極考慮 是否設立抗戰紀念館 無線電視記者中長期報讀 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限制以任何方式廣播 或者是表演歌曲 願榮光歸香港 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認同做法 說與言論自由無關 Google根本是 據我了解是不合作的 亦有想過叫政府 叫他不要賣告白 不要給Google生意 都不是很有效 其實我很高興見到律政司 申請禁制令 當然現在還未批出 要看法庭怎樣批 禁制的範圍是怎樣 如果有了禁制令 起碼香港的任何賽事 Google所有的網絡供應商 有責任刪除法庭指定不可以刊載的歌曲 我覺得跟言論自由是無關的 因為政府的申請只是涵蓋那首榮光歌 即是已經在唐英傑案裡面 法庭已經是 那條紅線畫得很清楚 法庭裁決給你看到 那些字眼是煽動 煽動顛覆 煽動分裂國家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 今明兩日以郵遞方式通知家長 如果不滿意 可以去到心儀學校購門 但資助小學下學年起 每班減少一個購門位 有家長說擔心競爭增加 會報多幾間學校 校長就相信學生人數少 購門成功率會上升 本年度有二萬幾個學童 參加小一統一派位 近八成二人 即是一萬六千多人 獲派頭三自願的學校 不滿意的家長 可以去到心儀的學校購門 在油麻地這間小學 未開始派表 已經有家長來 其實派得都很滿意的 但都希望把兩個兒子 放在同一家校方便些 資助小學下學年開始 每班減少一個購門位 只有一個或者兩個 有家長說擔心成功率減低 會多扣幾間學校去到五到六間 今年教育局都突然間通知 所以小朋友希望有個運 試一試 都會有少少惡然 但都要配合當局的決定 可能家長的心會亂些 雖然減少了機會小了 但是為了整個社會來計 應該都要接受這個事實 盡了我們的能力 家長的能力 希望可以的 如果不可以都沒有辦法 不過有校長估計 今年購門的申請 會由往年二百份 減到五十到六十份 原因是加上自行分配學位 整體滿意率達到九成一 最基本分給學校的人數都不夠 所以如果去選第一志願 很多都是得的時候 變成購門的人數都應該大減 整體的適齡學同的人數已經少了 加上滿意度又高 所以變成扣門的意欲也減低了 變成如果家長真的有意要扣門 其實成功率是會高一點 家長星期三星期四 也都會收到少一註冊證 並且要在下星期二和星期三 指定的日期和時間 去到獲派的學校為子女註冊 如果未能辦理手續 教育局說應該和學校聯絡 以令作安排 否則會被視作放棄學位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謙不道 建造業總工會說 上個月初推出的黃色工作鼠熱警告 相關指引不清晰 促請勞工處檢視 工會說鼠熱警告推出初期 當局經常短暫發出黃色工作鼠熱警告 令前線人員無所適從 又說就算鼠熱警告生效 但工人可能因為趕工期被要求繼續工作 工會又認為 只是用上水箱魚河和京士泊作為監測站 未必可以反映全港天氣的實際情況 工會建議當局採用預報機制 當天文台預計未來幾個小時之內 氣溫和濕度達到高位時 及早提醒前線管理人員做好預防措施 太平洋島國匪制正是考慮取消和中國的警察交流協議 匪制總理拉布卡星期三在新西蘭訪問期間說 正是審視上屆政府和中國簽署的警察交流協議 考慮是否徹底取消 去年年底上任的拉布卡曾經在一月說 兩國制度不同 沒有必要繼續這一項協議 但未有明確決定 警察交流協議在2011年 由前總統巴伊尼馬拉馬馬和中國政府簽署 允許中方協助培訓匪制警察和軍隊 並在匪制的領土派駐警力 南韓等五國當選聯合國安理會 非常任理事國 唯一出現競爭的東歐地區組 由斯洛文尼亞當選 白俄羅斯落選 聯合國大會星期二舉行筆記名投票 旋出安理會五個非常任理事國席位 候選國需要獲得投票總數至少三分之二才可以當選 結果塞拉利昂、亞爾及利亞、歸雅、歸雅和南韓都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當選 也都是南韓時隔十一年之後再度當選 唯一出現競爭的東歐地區組 由斯洛文尼亞獲153票當選 白俄羅斯得票83落選 聯合國安理會的職責是維持國際和平和安全 由15個成員國組成 其中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 這五個國家為常任理事國 其餘10個為非常任理事國 經選舉每年更換五個 按地區輪換原則 今次選出非洲地區兩席 亞太、東歐、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各一席 新當選的國家明年元旦開始 接替加鵬、加納、阿聯遊、阿爾巴尼亞和巴西任期兩年 無線DIS記者陳偉山報導 加勒比海國家海地發生4.9級地震 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幾十人傷 鎮央附近的西南部沿海城市結雷米 有建築物受損 兩間房屋倒塌 民眾協助搜救 民房部門說 其中三個死者來自同一個家庭 他們被發現在一棟倒塌的房屋下 救援人員正在搜索有沒有其他人被棍 地震在星期二清晨發生 震源深度是10公里 結雷米一條主要對外道路中斷 海地廣泛地區近日受到暴雨侵襲 引發的水浸和山泥傾射已經造成近二百人死傷 聯合國說準備隨時向海地提供援助 世界糧食計劃處準備分發大約35萬份熱餐和其他食物援助 古增不止音色靚 琴音還可以淨化心靈 有音樂家認為練習古增是很好的鍛鍊 有助長者延患衰老 彈古增全靠雙手在彈指間的運用 而手指抹梢掌管住眾多月位 鑽研古增幾十年的吳炳昆發現 練習古增對長者養生保健有不少益處 因為彈琴的時候 有眼度、深度、手度 三者一樣是一個和諧 鍛鍊得多的時候你會反應快 因為彈琴不只是靠記憶 還要看譜 幾樣東西的機能一起綜合運用 對長者是會省臉了很多不必要的 一個衰退帶來的一些病況 玩古增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覺初初的身是動彈 彈琴的時候 你會發覺心是溫良的 會熱起上來 所以彈古增是一個很有益健康的活動 吳炳昆的理念是用琴音樂理去啟蒂絲水 淨化心靈 他也會自創古增樂曲發揮這個特點 我不是用傳統的中樂的作曲方法 我是中西都會下去 跟每種不同樂器裡面 是提煉到它的奧妙出來 作曲很多時候都會取材了樹琴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一些鋼琴的技巧 譬如爬音 這些就是在樹琴裡面提煉過來的 因為一樣東西是兼容並促 那個生命力是很強的 無事你自己都不自為不得 各位我是容家瑤 警方抓了一個28歲男人 話疑涉及9宗猜猜我是誰的騙案 涉及款項近100萬 據了解被捕的是前區議員黃俊陽 警方說日前接獲一個婆婆報案 收到聲稱是她兒子的電話 說她被警方拘捕 需要30萬保釋金 說會有朋友上門代收 她之後將現金交給一個上門收款的男人 警方調查之後發現上星期一到前日 全港另外發生8宗同類案件 一共握了近70萬 加給同一個男人 涉嫌負責收錢的男人 星期一到將軍澳警署報案 說有罪案消息提供 但警方調查之後 發現她每次有1000到1500元的報酬 代為收取騙款 並且委託他人將騙款轉帳 24歲女人俄稱是中國公安特工 和其他人勒索一個來香港讀書的 內地女子的家人 專謀欺詐罪成 在區域法院被判監三年半 被告胡詠心報稱無業 案情指19歲女事主前年由內地來香港讀書 同年9月接到自稱公安的電話 說她涉及洗黑錢案要求配合調查 巴掘在視訊當中傳落給對身體特徵 女被告俄稱中國公安特工兼國際刑警 將女事主帶到酒店 不准她聯絡外界 其他人就向女事主的爸爸 發送她女兒的裸召勒索2000萬 被告早前被裁定全謀欺詐罪成 法官李慶年判刑的時候 說犯案人數超過4個人 詐騙計劃周長 部署精密 女被告出事假證令事主就範 庭上作弓不斷誤導法庭 考慮被告背景良好 著情減刑判囚三年半 公務員事務局和4個公務員評議會會面 交代公務員加薪幅度 華園會最新建議高中低層 劃一加百分之四點六五 而高級公務員協會 就重新建議高級公務員加薪百分之五 政府決定跟從薪酬趨勢淨指標 來定公務員加薪幅度 高級公務員加薪百分之二點八七 低層體齊中層加百分之四點六五 公務員事務局和4個公務員評議會會面 交代加薪幅度 早前建議劃一加薪百分之五點一的華園會 會後最新建議高層公務員和中低層體齊 劃一加百分之四點六五 未來一兩日會向政府提交正式建議 我們考慮到政府都是較為擔心財赤和社會經濟 這個加幅來說是物有所值的 因為現在人手短缺這麼嚴重 公務員要維持高量和高質的服務給市民 真的需要做多些和更加拼搏地去做 這個幅度4.65至5.1% 這個幅度的加幅能夠激勵公務員拼搏 代表不少基層公務員的第一標準新級公務員評議會 就形容會面氣氛良好接受加薪幅度 又說能不能玩漏人才視乎多項因素 我們有效對政府的財政狀況 消費物價指數我們都接受這個加幅的 都滿意 至於其餘兩個評議會 當中紀律部隊評議會發聲明 對加幅感到失望 認為未能追回累積通脹升幅 又說政府應該考慮廢除 扣低增生額開支的安排 高級公務員協會就重新 考慮到本港經濟狀況 公務員士氣等六項因素 建議高級公務員加薪5%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軒 醫院管理局因應公立醫院早前發生多種醫療儀器 和假天花跌下來的事故 成立的委員會提出23項建議 聯合醫院2月有手術燈由天花跌下來 葵聰醫院又有大片假天花跌下來 擊中一個護士 醫院管理局之後成立檢討委員會 檢視醫療儀器和設施保養維修事宜 委員會經過三個月觀察 建議由三大方面改善 醫療儀器方面 以往主要靠原廠保養 委員會建議日後要按儀器風險級別 加密內部監督 包括在場監督 並且獲大相關人員編制 至於其他設施保養 以往主要是三年一檢 委員會建議按醫院樓齡 和建築情況加強監測 並定立周而服此保養計劃 亦都應該清晰定義相關管理人員的責任 加強用科技監測 通報方面就建議醫院管理局 應該就這類事故 制定內部通報和對外公佈的指引 另外醫院管理局說 會就聯合醫院手術登跌下來的事故 啟動法律程序追究承犯商的責任 國際方面 英國首相新衛城訪問美國兩日 新衛城坐的專機 在當地星期二晚抵達美國馬里蘭州 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英國駐美大使皮爾斯等迎接 這次是新衛城上任英國首相以來第一次訪美 他星期三會到華盛頓和美國總統拜登會談 預料除了討論國防合作 還會商討加強英美兩國的經濟聯繫 新衛城也會和美國參眾兩院議員 以及商界領袖會面 南韓等五個國家當選聯合國安理會 非常任理事國 而唯一出現競爭的東歐地區組 由斯洛文尼亞當選 白俄羅斯陸選 聯合國大會星期二舉行不記名投票 傳出安理會五個非常任理事國席位 候選國需要獲得投票總數至少三分之二 才可以當選 結果塞拉利昂 亞爾及利亞 歸亞那和南韓都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當選 也都是南韓時隔十一年之後再度當選 唯一出現競爭的東歐地區組 由斯洛文尼亞獲153票當選 白俄羅斯得票83落選 聯合國安理會的職責是維持國際和平和安全 由15個成員國組成 其中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 這五個國家為常任理事國 其餘十個為非常任理事國 經選舉每年更換五個 按地區輪換原則 今次選出非洲地區兩席 亞太、東歐、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各一席 新當選的國家明年元旦開始 接替加蓬、加納、亞聯遊、阿爾巴尼亞和巴西 任期兩年 無線迪斯記者陳衛珊報道 先有食的鎮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新聞 回到新聞時間 回到新聞時間 在立法會大會上 不少議員關注兩元乘車優惠 對政府財政構成壓力 現在交通費是這樣加 但兩元就維持不變 差距就越來越大 香港人口又越來越老化 那條數就很難計 就由兩元就改做兩支 有否計劃將二元優惠計劃的票價 調高至三元 優化措施其實由2022年2月底提出至今 都只是過了一年多一點 所以政府覺得這一刻 我們的工作重點 應該放在打擊違規使用 孫玉涵說 2018到2022年 發現一千三百多宗 違規使用兩元乘車優惠個案 一般會要求即時補付車資或船費 運輸署今個月內會成立專責小隊 聯同專型巴士和道輪等型辦商 加強打擊違規 除了會罰款 也會有機會檢控 不合資格人士使用兩元優惠計劃是違法的行為 一經定罪 最高是可以被判處監禁 港鐵也宣佈今個月25日起 違規使用優惠和投票的罰款 由500元上條到1000元 輕鐵和港鐵巴士就由290元加到370元 也會加強查票和宣傳 至於部分議員關注 用兩元乘車優惠短途出遊 但是坐長途車 運輸及物流局回覆書面質詢的時候 就說大約八成的專型巴士線有分段收費 其餘主要是短途路線 專線小巴就有六成設有分段 如果兆巴營辦商有提供新的分段優惠 儲方會考慮額外增加核運營業證的期限 武士尼斯記者澤元麥道 因應港鐵去年 列車在油麻地脫門和在將軍澳脫卡的嚴重事故 政府說會繼續要求港鐵檢視高層管理人員薪酬機制 會否和鐵路服務表現掛勾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回覆立法會議員 書面質詢的時候 說早前已經要求港鐵 評估高層管理人員年度職效表現和薪酬的時候 必須認真考慮所有因素 包括提供安全可靠的鐵路服務 達到公眾期望等等 當局說會繼續跟進 包括要求港鐵檢視平核表現機制 能否適切回應公眾的期望 以及充分反映高層人員薪酬和鐵路服務表現的關係 並且會在薪酬委員會監督 當局也說兩宗事故全面檢討小組的工作 今年年初展開 預計年終完成 政府說會增設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工作組 更好善用戰時遺跡和歷史材料 提升市民的國民意識 位於大埔的烏教堂抗日英烈紀念碑 是全港兩國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之一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四月訪港的時候曾經來過這裏考察 但是要探古尋緣 了解這段80多年前 香港保衛戰的歷史並不容易 在立法會大會上有議員提出 本港不少的歷史遺跡 現在的保存狀況參差 當局實說會設立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工作組 探討更好感 先用戰時遺跡和歷史材料 提升市民的國民意識 我記得在小時候 在寶馬山邊徐山走 都走過寶馬山的防空洞系統 它裏面的情況 真是相當之驚人地 緊密地配合整個抗戰的設計 這個是否可以將來開發作為 旅遊資源也好 或者是文化的資源也好 教育資源也好 希望陸續為這些防空洞做一些圈察 看看它現在的現時情況 還有即使它未必有很大的潛力 去叫做活化在容 是如何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之下開放 讓市民進去參觀 菲律賓國父黎薩和香港都是一段淵源 十九世紀曾經在香港行醫 政府在它所導致處的不同地方設紀念碑 介紹它的歷史 對於其他國家的國父 都是有一個紀念的遺跡 對於我們歷史上一直到明朝 甚至更早的時代的一些遺跡 尤其是戰時的遺跡 會不會有一些紀念點的設置 是有一些歷史人物 或者從前有一個舊子在那裡 怎樣在那裡把歷史組成出來 正正在這裡可能未必是發展局 自己能力所及能夠做的工作 地區人士、社會人士的參與都是重要的 當局又說會積極考慮是否設立抗戰紀念館 無線電視機就在中長期報道 全國高考今天開考 今年有破紀錄的1291萬人參加 競爭家劇 但有考生就說會以平常心認定 在北京東城區這個高考考場 一早已經有不少考生和家長在門外等候 考生趁未入考場爭取時間溫習 每天原來從小學開始就一直說什麼高考什麼高考 那好就說人生這個高考 就是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件事一樣 然後每天都會為了高考這個目標去努力 考試的話放平心態 只要正常發揮就是超常發揮 場外的加油團 除了一班家長也都有他們 全國今年有1291萬人報考 創有紀錄以來新高 也都嚴厲打擊手機作弊 考場門外的告示牌 除了送上足福 也都提醒考生切勿帶手機進入考場 今年高考是疫情後第一次大規模國家教育考試 北京市針對考場衛生防疫 每個考點都設置了三個備用考場 安排了一名考醫負責防疫工作 而在廣州今年有近6萬個考生 分別到60個市場應考 準備了很久 就是不管怎麼複習都感覺複習都不夠 我會努力的就是盡量做好吧 家長也都紛紛穿上紅色衣服 希望拿個好意頭 第一天有個開門紅吧 希望能考試順利一點吧 然後就考試的事情家長幫不了忙 但是生活上面給點照顧吧 就是平時的一個後勤部隊而已 就是牛奶、雞蛋、麵包 煮下廣州等一些湯水 而為了減低對考生造成的影響 考場附近的馬路都增設臨時路牌 提醒駕駛者不可以響號 現場有多個公安維持秩序 部分帶上護衛高考的避章 也有特警持槍駐守 進入市場的安檢也都加強 考生要向保安展示背囊裡面的物品 警方在多個考場附近都實施交通管制 提醒考生如果遇到交通擠塞 或者忘記帶准考證等的情況 可以向他們求助安排專人接送 無視電視駐廣州記者陳彩申報道 國際方面 外交部宣布 紅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 將會在這個星期對中國國時訪問 卡斯特羅是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 將會在今個月9日到14日訪問中國 他之前在社交平台發文 提及自己即將應邀訪華 又說紅都拉斯的重建需要新的政治 科學、技術、商業和文化視野 紅都拉斯在今年3月和北京建交 外交部說期待和紅方推動兩國關係發展 私房是紅都拉斯總統首次對中國進行國時訪問 兩個元首將舉行歷史性會晤 共同規劃和引領中紅關係未來發展 中方期待和紅方一道 以私房為契機、深化互信、拓展合作、增進友誼 推動中紅關係、行為、致遠 我們會期待 視労大家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